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个公子哥惹不起的人 对吧 结果这惹不起的人给人当了棺材板 这个是大家伙一开始谁都没想到的事情 但是看起来是孟哥也好 李双江也好 哑巴吃黄莲 有苦说不出 即使是茶壶煮饺子 心里有数他也没用 对不对 这心里有数你得把茶壶菜了 这饺子才能出来数几个数 如果你光心里有数 你实际后面是四个 这四个孙子比他四个爷都厉害的话 他茶壶煮不住饺子有没有数都没用了 所以这个窝虎窝大了 那当然这样的消息出来之后呢 有些网友也不认为说 说这到底是真的是假的 我也跟大家分析说呢 这东西呢是真的是假的 现在放一边了 没用了 因为网友和老百姓 大多数人认为这是真的 大家想想那四个少爷都是 四个孙子都是谁呢 是江泽民的孙子 曾庆红的孙子 陈云的孙子 李长春的孙子 所以这四个孙子 作为这个李双江来讲 尽管他岁数大 七十多了 他惹不起这帮孙子 那网友认可就是他 而大概昨天和前天 网上也有消息 说有什么姓魏的 还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植物园 公务园啊是什么 反正出了一些其他的名字 但是很明显大家不买账 没人搭理他 结果今儿早上一个小时之前 出了另外一条消息 李天一案已经高调的被送到检察机关 准备要进入法院进行公审了 进行过堂了 结果不成想被检察院把案子退回来了 你说那四个孙子是真的是假的 网上的消息这么说的 这是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 报道讲说李天一案应极其复杂 被退捕侦查民众质疑特权影响案件发展 文章呢 他是这么介绍的 他说 备受关注的李天一涉嫌轮奸案 日前被北京检方退回警方 补充侦查引起舆论的质疑 而警方遮遮掩掩的态度令民众不满 有评论认为警方只有采取公开透明的方式办案 才有可能消除公众的质疑 体现执法司法的公正 如果他是那四个孙子 孟建柱今天都没招 对不对 公安局长 公安部长也下摆 那作为 如果是那个情况的话 作为检察院来讲 谁也不沾这个雷 他只能把他们当成球 跟男足一样 踢回去算了 就踢回了北京警方 那作为北京警方来讲 我相信涉案的警察 如果意识到是办的案子 是那个四个孙子的话 这个时候他们办李天一 毫不手软了 无所谓了 李天一你就是倒霉蛋了 但是那四个孙子的时候 他们自己就肯定心里想 那四个孙子 我先自个儿装装孙子算了 我回家了 文章讲说 星期二北京警方表示 案情已经移送给检察机关 但是京华时报星期三报道说 海淀检察院以案情极其复杂为由 将该案退回警方 继续补充调查侦查 一天的时间就给退回来了 根本不在他手里待着 这就是我们讲说 记得去年咱那个词 谣言 谣言就是谣言领先的语言 今天看来这谣言走向真实的一面 就越来越靠近了 谣言谁说的 共产党说的 而共产党干嘛呢 共产党宣传机构中宣部干嘛呢 专门制造谣言 所以就是否定之否定 那是绝对的肯定 在被共产党被这种舆论称为是谣言的东西 那就是否定之否定 因为他们把真相都当成谣言去说 他们把真相都当成他们工作的掩盖的目标 这是现实的状况 一个网友星期四在新浪微博上说 实在没有看出这个案子复杂到哪了 不是五个男的轮间一个女的发生了性关系吗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唯一的概念就是李天一的背景 而另外一个朋友讲说 就是一起轮间案 被害人证人都在 最后检方给出的结果 居然是案情极其复杂 退回侦查太可笑了 那案情复杂是否涉及到其他更多的案件呢 而文章也提到说 有消息讲李天一的代理律师 叫做薛振元 因为孟哥要求写公开信证明李天一没有参与强奸而辞职 而在其后中心网在报道此案时讲 以轮流发生性关系 指代李天一等人的轮间行为引起了轩然大波 所以官方有意保护特权 以往一旦有案件牵扯到全钱的时候 那官方总是试图淡化处理 所以我自己觉得呢 如果是李天一跟其他人的话 其他的孩子的话 他不会非常隐蔽的巧妙的说轮流发生性关系 所以作为李天一 我们现在可以看 作为李双江而言 就是个唱歌的 对吧 就是个唱歌的 他的儿子连续两年内三年内发生这样的恶劣的公共事件 那作为中共的大的媒体 中宣部掌控的媒体 来故意淡化他 大家要记得 这个中共的体制杀人的 共产党的一个镰刀 一个斧头 杀自己的人 对吧 那很多人就讲说 你按照王立军的话 说的也很清楚 我就是粘在别人脚底下的一块口香糖 我就是被人家手里牵那条狗 杀狗 这是党的一贯的做法 所以作为中宣部的系统来讲 你说他袒护李双江 我说去心里话 李双江不够资格 不够资格 但是轮流发生性关系的话 确实说出来 所以从这角度上讲 他在故意为那四个孙子找台阶 这是肯定的 你说曾庆红的孙子 江泽民的孙子 陈云的孙子 李长春的孙子 那这四个当爷爷的 你今天整个最高法院 最高检察院 政法委书记 中国的公安部长 拿出任何一个来 即使这四个职位绑在一起 都抗不住上头任何一个爷 甭管他是活着的还是死着的 而人家孙子是人家那个爷 传宗接代的 他能不替人玩命吗 所以这个时候 整个中共的司法系统的最高官员 等于是那四个爷手里牵的东西 这就是我说天灭中共 咱就看这个圈怎么画 公民宪政共识 我们几天前跟大家做过这期节目 那美国之音呢 今天的一篇报道这么说的 那公民宪政共识呢 又获得海内外数百人的支持 文章介绍讲说 在一周前 这个公民宪政共识呢 已经拿出来 在网上公布出来 当时有123人联署 那当时他提出来的就是 作为公民 尽管有自由的民主宪政 社会主义宪政和儒家宪政等分歧 但为了维护自己的 作为人的尊严 都希望建构 适合文明生活的宪政秩序 有人说宪政就是反社会主义 还有说中国只需要宪法 不需要宪政 但众所周知 当年没有宪政的宪法 把这个作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都给整死了 所以这是他开篇主要的内容 然后他紧接着提到说 整个这个公民宪政共识很短 但是里头主要提到了八点 人的尊严不容侵犯 宪政是每个人干净的水和空气 拥护宪政实施宪法 推进选举民主 实践践行言论自由 尊重信仰自由 实现司法独立 那走向官民共治 这就是他整个的中心所在 那这件事情呢 在海外呢 继续在有人签名 他报道也是这么一个概念 所以他希望呢 希望能够回归宪政 希望能够回归公民的行列 回归有尊严的生活 这是整个提出来的一个观点 他认为现在亡羊补牢呢 为时不晚 就是说还可以有机会 但我相信这里他说的 还有机会的话呢 他是指整个社会的这种 大的层面的动荡呢 就在眼前 但是还没动起来 所以你如果走在先呢 放弃独裁的体制 放弃独裁的共产党本身呢 你可能就有喘息的机会 基本上是这么个说法 记得闹钱荒 这一直是世界所关注中国的问题 那有这么讲 有这么讲的 我跟大家分析的时候 挺简单的 我说如果国内的钱不值钱 而人民币到了海外换美金的时候 又值钱 就像这个 你奶奶给你洗 给你洗内衣似的 就这么拧 一拧就给拧死了 人民币就被这么拧着 我另外一个说法呢 就是说可以非常现实的讲 如果在全国各地不同的地方 都能取到同一个号码前 个人呢 我们作为个人是货币的最终的消费者 他能取钱的时候取出连号码的话 那里头的真钱早被人拿走了 如果号码是连着的话 那就说明里面这种 这种事情太多了 他已经分不开了 两个小时前 有个朋友在上海 他讲说 涛哥真被你说中了 取钱时拿到了三张连号的 其实不是连号的 是同一个号码 他把三张一百块钱大钞 放在桌上 拍了这张照片 如果这么做的话 意味着什么呢 今天在中国社会 我们用的钱是假的 但是它在流通着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